《诸葛亮》 《诸葛亮》十分聪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但是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却是让很多后世之人非常的不解。 而这个问题就是,后期的蜀汉国立已经是一天不如一天,诸葛亮为什么还要倾全国之力去完成北伐呢? 而且要是一次两次也就算了,诸葛亮在生前居然发动了五次北伐,这可是让人觉得很不解了。 有不少人都认为,诸葛亮一心想完成刘备没能完成的愿望,想要一举统一北方。 当然了,这只是其中的一点原因而已,更是一种表面的现象。 其实,让诸葛亮连续进行五次北伐,还存在着另一个因素,而诸葛亮的目的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动。 其实在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时候,已经有不少大臣都不同意,但此时的权力都集中在诸葛亮的身上,所以也只能听他的决定。 而且看着诸葛亮那副自信满满的样子,大家也都相信了他,认为此次北伐大业一定是稳妨。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是,此时的诸葛亮自己心里都没谱,所以,胸有成竹也是装出来的。 然而,就在诸葛亮出山的时候,他会告诉过刘备,想要兴富汉士一统天下,一定要满足一个点,那就将荆州作为战略支撑点。 但是此时的蜀汉已经没了荆州,那么,他为什么还敢多次实施北伐呢? 大家都知道,在刘备即将去世的时候,蜀汉就已经开始走下坡了。 一方面蜀汉和东吴之间的关系正在恶化,并且蜀汉三大地区的矛盾也不能解决。 虽然诸葛亮一直都在调节这样的关系,但是这其中牵扯的问题实在太多了。 想要完全搞好关系是不大可能的。 要知道,打仗并不是毁掉一个政权的关键。 内政的混乱,同样也可以毁掉一个政权。 出鱼。 这样的情况,诸葛亮便只能兵行现场。 他想借用对外征战的方式,来团结蜀汉集团的内部,让所有人都没有心思去向别的。 就算很多人之间都有着矛盾,但是战争一定能缓解这样的问题。 正是因为如此,诸葛亮才会选择一定要北伐。 不过这个想法虽然是非常的独岛,但是他本人的内心也是悬着的,毕竟搞不好就是要灭国的。 北伐可谓是一个浩大的工程,是不会那么轻松就能完成的。 如果北伐面临着失败,那么先不要说缓解内部矛盾了,就连国本都会受到损坏,这样一来蜀汉就离灭亡更加的近了。 而且,要是真的打了胜仗,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,毕竟打败了曹魏,一定会引来更多的卫军,这样一来麻烦会更大。 所以,尺度的问题是一门大学问,诸葛亮既要掌握好尺度,又要想办法化解大家的矛盾,这样的本事实在是太强了。 说白了,诸葛亮一直都坚持着北伐,其真实木,他并不是想要取得大胜,在首次北伐的时候,因为马苏的原因,最终导致了失败,结果,诸葛亮杀了他,并自己处分了自己。 其实这件事是做给益州派看的,蜀汉大权一直都有荆州派把守着,所以,另一边早就不乐意了,所以就搞了这么一出,最终还是镇住了所有人,病得之后,联合大家弹劾了李延。 其实,大家都只看到了诸葛亮北伐没有成功,其实他是用心良苦,大家没注意罢了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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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